观看门 画面现场是老大宫庙 今年轮值主谱的郭姓宗庆会主委郭庆权 与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佟子委 一起进行观看门仪式 请好兄弟回到阴间 为期一个月的基隆中远季平安圆满落幕 参与的各单位内心充满感恩 那这次呢 能够圆满的顺利 特别要感谢所有的单位的付出 以及购力生的中情会的协力 还有最主要是 这一次来的两个台风 苏拉台风以及海贵台风 都有惊无险往南部过去 所以这一次非常感谢我们好兄弟 能够保佑我们今年的中元纪 能够圆满顺利的完成 这回要特别先谢谢 我们办的祖谱坛的郭氏中心会 办一个这么好的活动 不容易的 然后也要谢谢大家的帮忙 这回我很感动 我说这回是有龙天护法 诸佛菩萨保佑 在台风天 一样我们可以安然过关 然后让所有的老大公 来接受人间供养的时候 他们很开心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功德 也不容易是基隆保留最好的衣柜 要谢谢所有的中心们 下一棒一棒接一棒 我们个姓中心非常的辛苦 把我们所有的科医的文化走完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 我也是第一次用议长的身份 来参与我们整个月的中元纪的活动 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圆满顺利成功 基隆人平安台湾和平 佛姓中心们棒棒 基隆中元纪依照往例 老大公庙会晚一天 在八月初一傍晚才关开门 让好兄弟来得及返回阴间 体现了基隆中元纪悲天抿人 博爱普世的精神 仪式圆满结束后 郭姓宗亲会也将首颅 交接给明年轮值主谱的 张廖简姓宗亲会主委张通融 象征中元纪文化的永续传承 记者黄文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